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吐槽角色是日版剛登場的角色 泳裝並交 限定角色 中衛破防兼輸出 1技能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並小幅度降低物防 持續12秒 2技能 中幅度降低眼前一名敵人的物防 持續12秒 並小幅度恢復自身TP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物理攻擊力 最後是UB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並大幅提升自身物爆 持續15秒 造成傷害量越高 提升物爆的效果可以持續越久 UB每造成10萬傷害 可以讓時間多延長4秒 泳裝並交的技能循環是開場2技 後1技 後續循環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循環的部分 1技破防是3到4動放一次 可以做到全程覆蓋 並且會有短時間重疊 但2技7動才放一次 就沒辦法全程覆蓋了 泳裝並交的破防量在實戰中 不是很穩定 好了 看完技能後 我們來看地下城實戰吧 由於並交傷害高不高 跟她UB傷害量有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我用了公主靈 泳裝並交 公主可可蘿 拉比琳斯達 還有茶班生香菜宮一起打EX做測試 至於完全沒人增益 也不會挨揍的場合 我有看其他日本Youtuber測了 放兩個坦克 配上3個破防角去打EX2 泳裝並交最後傷害打出來是100萬出頭 有夠悲劇 好啦 那我們就一邊看畫面上的實戰 一邊吐槽泳裝並交的技能吧 1技沒什麼的槽點 就是一個中規中矩的破防技能 2技的話 那個回復自身TP的量實在少到有點可憐 121點 配上自身22點的TP上升 可以回復147點 作為比較 公主優衣1技可以回復自身422點TP 愛麗絲妹弓1技也可以回400多 然後就是UB了 泳裝並交UB的攻擊力係數是4.8 就是她每一點攻擊力可以提升UB傷害4.8 各位可能不太清楚攻擊力係數 多少算多 多少算少 我給各位舉個例子 六星進化UB係數是8 但她UB暴擊時是4倍傷害 而不是2倍傷害 所以六星進化UB在暴擊時的係數是16 是目前本遊戲最高 而台版剛登場的公主黑貓是14.4 這個就是極大的水準 然後球乃是11.2 也算是很高的係數了 至於4.8是什麼概念呢? 五星進化UB係數是5 所以泳裝並交UB大概就跟五星進化UB打差不多通 就這個概念 拜託 現在是2021年 不是2018年了 好嗎? 泳裝並交的UB在實戰中差不多能打10萬到20萬左右的傷害 所以她提升150暴擊的效果 大概可以維持19到23秒左右 然後還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就是 有些UB有提升自身物攻物爆的效果 但是當下那一發UB是吃不到這個效果的 順序是會先打出UB傷害以後 角色才會吃到增益效果 所以泳裝並交的加物爆並不能讓當下UB傷害變高 那下一發呢? 前面說過 泳裝並交的UB持續時間大概是19到23秒之間 以泳裝並交當下TP上升22點來說 除非有哀咒或是被捕TP 不然下一次UB好的時候 誤爆的增益效果基本上就已經消失了 就那些誤爆效果只能增益一下泳裝並交的普攻跟一技而增益不到UB 所以沒辦法造成UB一次比一次痛 持續時間越來越長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角色技能設計的很奇怪 一技二技跟破防有關 然後UB突然跟我說他想打傷害 這個UB跟一技二技就很不打 完全沒有搭配起來相輔相成的效果 以UB的增加暴擊來說 一二技搭配什麼爆傷三五倍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 而如果一二技要破防 UB也是破防相關 也是很不錯 但目前這樣打起來給我的感覺就像是街頭霸王 黑貓帶著自己的UB去接在別人的一二技身上 看起來就超不協調 非常的奇怪 然後技能給的技術也很可憐 目前我是不太看好這個角色 我自己是不太想抽啦 我日版鑽石勝不多了 這種強度對我來說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在戰隊戰大概就有二十三流強度吧 這個角色一二技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啦 但這就是給了一個三年前的UB強度 直接把這個角色給毀了 不過 以上是目前版本泳裝並交的評價 後續也是有好消息的 日版將在7月12號實裝RANK BONUS系統 這個系統我前幾天有做影片說明過了 還沒看過的可以點影片下方資訊欄連結去瞭解一下 簡單來說 在實裝這個系統之後 所有滿RANK或是次高RANK的角色 TP上升會獲得1-20點的加強 至於是拿1點還是拿20點要看角色穿的裝備是什麼 而泳裝並交是伏腳 伏腳TP上升會多整整20 還蠻驚人的啦 至於這個20點TP上升有沒有辦法拯救泳裝並交呢 我自己的判斷是偏藍啦 那個技能有點太雷到我了 我扛不住了 UB打的有夠癢 效果又沒有強到哪裡去 一場都打個兩發UB 我覺得還是偏良啦 現在的問題是 泳裝並交卡池時間是到 7月12 日本時間12點 而RANKBONUS不知道是7月12的幾點時裝 如果到時候測試完發現TP上升20之後有搞頭 不知道還來得及來不及抽 最後做個結論 就目前強度看來 泳裝並交破防能力尚可 輸出則是普普 甚至偏悲劇 暫定是有愛再抽的角色 不過還是要等後續RANKB系統時裝 以及月底戰隊戰才能見真章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囉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那個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